所以也不用特別感激他 因為他也是來稱大家各取所需 欸你在此處對不對 我感激他 因為你沒有要我 對 我現在也承諾你 我會要你 只是沒有時間 沒有沒有 我會有時間 這樣有點浪漫 就是像你對我的愛一樣 對你的愛 永遠沒有極限 是是是是 我們就望著星空說 那個星星還在 我就會要你 哈囉被虧跟本男版成衣 成衣之處 憲哥上野野秀 那你私底下跟 譬如說錄影當下 有多不一樣 你有 你認識我啊 我台上台下就同一個人啊 欸 可是我個人覺得我沒有認識你到 能虧看你的私下 那你下次可以試圖的 更深入的探索我 哈哈哈 然後抱著這麼色情的眼光看待一切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是這樣才被拔廣告 就成衣才看這麼嘴秋 知識型王虹成衣日前的 喝龍廣播節目開槓 沒想到兩人共通點超多 竟然蹦出CP幹囉 假設你今天很累 我是說心理上的累 你是想要讀出來充電的 還是社交來充電的 喔 這就是討論最近的什麼 NBTI的那種 對啊 但我其實超討厭這個話題 我也超討厭 人之我就是測出來是 ENTP 我跟你插一個 我是 ENTJ 我之前超不想測 因為我覺得 我很不信這個 我也是 我跟你 哇天啊 完蛋 我跟你一模一樣的人 我死定了 我就應該講 我在電視上看到你的時候 覺得赫龍 OK 我懂你 愛家中 我現在跟你差距只有一個 就是你很多產商 我沒有 沒有 還有就是說 你還沒被打 我看起來像啦 我自己很不喜歡這種 就是大家常說 喔 因為我是什麼做的 因為我的人格特質是什麼 你什麼姓做 我是母羊做 我也是 我也超不信的 為什麼 赫龍 其實我真的沒有那麼想要跟你一樣 對不對 我也是有點無奈 你就是女版的我 我才不要欸 赫龍真的 你要當男版成衣 你就要放開你自己 勇敢的說 我 我不要當男版成衣啦 你現在先練習一下說 陶晶你真是個討厭鬼 你不能 為什麼要這樣子 快 放開你自己 我和憲哥有這一段的緣分 我還是偏感激一些 你現在為了要進演藝圈 真的講話好圓滑 對啊 憲哥 憲哥請給我們一個機會 吳宗憲 我感激他來 他來找我 你感激他來上你這個節目 講真的好了 以前我對他的那個 綜藝的邏輯跟喜劇的觀點 我是有一點覺得 我們是敵人 可是他來跟我聊天 然後包括後台跟結束之後 他還留下來再跟我打一次招呼 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說 現在頂多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對我中間來說 他本來也就想要這個舞台 然後他再來跟你打個招呼 也只是就是演藝圈 大家不都這樣做一下 沒錯 就他來蹭嘛 沒錯 他就是來蹭 也不用特別感激他 因為他也是來蹭 大家各取所需 你也遲處對不對 我感激他 因為你沒有要我 而且你現在有沒有第二季 都還是一個問題 聽說難產嘛 我都擔心了 第二季會要我嗎 我承諾觀眾會有第二季 只是沒有時間 就是遙遙無期 對我現在也承諾你 我會要你 只是沒有時間 沒有沒有 會有時間 像有一點浪漫 就像你對我的愛一樣 對 對你的愛 永遠沒有時間 是是是是 我們就望著星空說 那個星星還在 我就會要你 多浪漫 多浪漫